大家好,欢迎来到笑看人生。 生母怀我的时候,村里的赤脚医生说她这胎一定是个男孩。 奶奶听了,高兴地给她包了个十块钱的大红包。 对生母更是照顾得无微不至, 寻常人家吃个鸡蛋都要紧着男人和孩子。 在我家,生母每天都可以吃一个。 那段时间,村里其他媳妇无不羡慕生母有个好婆婆。 直到我出生那一刻,奶奶看到墙堡里的女孩后, 她直接黑了脸,把打算给生母补营养的牛奶、鸡蛋又拎了回去。 回到村里直冲赤脚医生家里,硬是把红包要了回去。 生父生母带我回家的第一天,就有一群人围在院门口指指点点。 生母刚到家,就开始大颗大颗地掉泪。 生父坐在门槛上,大口大口地抽着烟,一声不响。 奶奶黑着脸进门,冷吃,哭哭哭,你还有脸哭。 没用的东西,连个带把的都生不出来。 我这是倒了八辈子美,娶了你这么个丧门心。 生母听了这话,脸色更是煞白。 生父神色不渝,不行就再生一个。 我老张家不能没有个男丁,不然我这脸往哪歌。 生母连忙点头,生。 妈,我一定给你生个儿子出来。 哼,你要是生不出来,我不介意让我儿子修了你再找一个。 九十年代,计划生育抓得严,生母才出月子。 她和生父就计划起生儿子了,每次一有孕就躲到外地去。 就这么来来回回折腾了五年。 五年后,他们如愿以偿生了个弟弟。 生母抱着弟弟回家时,扬眉吐气般,绕着村子走了一圈才到家。 而我,五年来鸡一顿饱一顿,就靠着米汤活了下来。 生父生母眼里生儿子是大事,奶奶眼里我就是个赔钱货,当初生下来就应该扔合理。 打骂于我而言是家常便饭,她脾气差,嗓门还大,而我只关心下一顿能不能吃饱饭。 五岁到了读书的年纪,生父母为了生个男孩,早把家里的积蓄花得差不多了,哪里舍得把我送去学校。 三个人合计了一番,决定把我送给隔壁村的傻子当童养席,不仅节省了家里的口粮,还能拿三百块彩礼钱。 这是正好被来看望外孙的外婆知道了,她大骂生母糊涂,好好的女娃子送给别人家遭见,我就是这么教你的吗? 奶奶跳出来表示这是张家的家事,还轮不到外婆一个外人指手画脚。 生母抱着弟弟委屈道,妈,你也知道为了生强强,家里积蓄早花见底了,再说人家也答应我们会好好对大压。 您就放心吧,你靠卖女儿赚钱,你摸摸自己的良心,你过得去吗? 你们不就嫌弃大压是个女娃娃吗?你们不愿意养,那就我来养。 外婆从布兜里掏出三百块钱,拍在桌子上拉着我就走。 生母还在身后大声吼道,妈,这可是你说的呀, 以后这孩子可不归我们了呀。 后来我才知道,外婆清楚这五年生父母为了生儿子怕是家里早没什么钱了, 她偷偷卖了自己一对银手镯才凑到三百多块钱。 回外婆家的路,需要过一条小河。 外婆想背着我,我却挣扎着下来,伸手紧紧牵着她的手, 她那因常年干活长了满茧子的手, 竟是让我前所未有的安心。 舅妈见到外婆牵着我回家时,脸灯时拉得老长。 外婆拍拍我的肩膀,介绍道, 这是你舅妈,快喊舅妈好。 舅妈好,我扬起唇角,大声道。 舅妈眉头一皱,轻抚隆起的肚皮,呵斥我,轻点声,吓着我儿子了怎么办? 外婆见舅妈这副态度,当时不满意道, 你这孩子要是连这点声都受不住, 我看他也不配做我邻家的孙子。 说完话也不瞧白了脸的舅妈,拉着我就往屋里去。 没多时,就听到屋外传来乒乒乓乓的声音, 我忍不住朝外看,却被外婆拉住。 别理她,她就这样,这邻家现在还轮不到她做主, 你以后就安心住着。 大鸭,你大鸣叫什么? 我摇头,就连大鸭都很少听人叫, 在家里的时候,他们只会喊我赔钱货,死丫头。 外婆呸了一声,这张家,真是不干人事, 这么大孩子了,连个大名都没娶。 这样,你以后就叫林乐优,乐而忘忧,怎么样? 乐优,林乐优,我低声念着这个名字, 过了一会,开心地扑进外婆的怀里。 外婆,谢谢你,我喜欢林乐优这个名字。 喜欢就好,外婆怜爱地轻抚我的头顶。 我嗅着外婆身上淡淡的灶脚香, 一时间竟觉得这一切就像梦一般不真实。 零四,晚上,舅舅下宫回家, 听外婆讲了事情的始末。 她虽然觉得外婆不和他们商量一生, 就把我带回来,有欠考虑, 但她正经在厂里有个工作, 以家里的经济情况, 多养一个孩子也不是个难事, 就点头同意了。 舅妈见舅舅居然同意把我留在家里, 脸色一黑,一把将舅舅拉进房间。 虽然隔着房间, 但舅妈拔高的声音, 依旧铿锵有力地传进了我的耳朵。 你是不是脑子坏了? 你以为养个孩子和养只阿猫阿狗那样容易吗? 你不仅要供他, 吃供他穿, 还要花钱送他上学, 你是钱多得没处使是吗? 我这肚子里还怀了你们邻家的种, 你是要我们娘俩喝西北风吗? 你少说两句吧。 我就不, 你要不想要这孩子早说呀, 我明早就上医院打掉, 也省得生出来受罪。 哎呀, 我哪里是这个意思? 听着舅妈一句句扎心的话, 外婆一脸菜色, 坐在那一言不发。 我小心翼翼上前扯起她的衣角, 外婆, 你把我送回去吧。 胡闹, 把你送回去, 你那亲奶还不马上把你送去那傻子家当媳妇, 你愿意? 我垂眸, 可是舅舅舅妈, 你放心, 外婆一定不会把你送回去的, 她拍拍, 我的肩膀安抚到。 舅舅被舅妈从屋里赶了出来, 她来到外婆面前, 叹气, 妈, 秋菊那些话, 您别往心里去。 她, 外婆白白手指住她的话头, 我知道她气什么, 可你总不能看着乐优质孩子 去给个傻子做童养席吧。 这要传出去, 我们邻家还要脸吗? 你放心, 大不了妈多去外面找活干, 不会让这孩子牵累你们小两口的。 妈, 我不是这意思, 爱, 您别气, 我多劝劝秋菊。 乐优, 你别怪你舅妈, 她这人就这样, 你懂事点, 多帮她干点活, 安心在家里住下呀, 舅舅摸摸我的头。 温声道, 我听了舅舅的话, 主动承担了家里大部分的家务。 奶奶为了舅妈可以对我好一点, 特地去镇上打了一只银手镯 给还没有出生的小弟弟。 舅妈得了手镯, 气也消了不少, 虽然依旧会骂骂咧咧, 但终于不再开口, 闭口赶我走了。 饭桌上, 我和往常一样, 看着舅妈的眼色夹菜。 舅妈白了我一眼, 看我做什么, 我脸上有菜呀。 想吃什么就加什么, 看见我就躲, 我是老虎, 能吃了你吗? 我忙摇头, 你别这副样子 搞得我虐待你似的, 好让别人说我只让你干活, 不给你吃饭是吧? 我使劲摇头, 努力大口大口吃饭。 舅妈终于缓下气, 我吃完饭乖乖地收拾碗筷, 舅妈语重心尝道, 乐优啊, 不是舅妈虐待你, 你要知道舅妈这带着肚子, 不方便, 你要多帮衬着家里, 这是帮你舅舅, 你外婆, 你将来的小弟弟干的活, 知道吧? 我点头, 我知道了, 舅妈, 我不觉得辛苦。 我这话说得真心实意, 虽然舅妈还是不喜欢我, 但是至少在这里, 我有饭吃, 有新衣服穿, 还有学上, 我已经很满足了。 几个月后, 舅妈生下了个小弟弟, 舅舅给他取名林夏。 那会儿的农村, 家家户户都要试弄着吉姆农田, 舅舅接了外公的班, 在塑料厂里当个小领班, 家里日子过得还算不错。 因此, 弟弟断奶后, 就喝上了奶粉。 外婆见我盯着弟弟奶瓶里的奶粉, 趁舅妈不在家的时候, 偷偷给我泡了一杯, 淡淡的甜味, 真好喝。 自从弟弟出生后, 我除了帮家里干家务外, 还要在舅妈和外婆没空的时候带弟弟。 后来, 舅妈时常酸溜溜道, 明明是从我肚子里出来的, 却跟你亲, 真是养了个白眼狼。 四年级的时候, 我写的作文得了年级组竞赛一等奖, 学校奖励了十块钱。 放学后, 我飞奔回家, 兴奋地想和大家分享这个好消息。 刚进屋, 就看到舅妈板着脸坐在那。 见到我, 她猛一拍桌子, 我问你, 今早我放在桌上的十块钱哪去了? 我疑惑地摇摇头, 舅妈, 什么钱? 我不知道啊。 舅妈疼得站起来, 指着我大声道, 还给我装傻是吧, 今天这家里就我们三个人。 不是你拿了, 难道她会自己长腿跑了呀? 被冤枉的难过情绪瞬间充斥眼眶, 我使劲摇头, 舅妈, 我真的没拿钱, 你相信我。 好啊, 我好歹养了你几年, 没想到竟养出个贼来, 说着舅妈大手拉过我, 取走我背上的书包, 把书包里的东西全都倒在地上, 那张十块钱显眼地掉在正中间。 我心里咯噜一下, 完了, 舅妈捡起地上的十块钱, 凶神恶煞地冲我吼道, 你还说没拿, 这是什么? 啊, 小小年纪不学好, 学会偷东西了, 我是缺你吃, 还是缺你穿了? 我哭着解释, 舅妈, 不是的, 我没偷钱, 这钱是我参加比赛, 学校奖励给我的。 你还狡辩, 正在气头上的舅妈, 根本听不尽我的任何解释, 她拿起角落的扫帚, 就往我身上抽。 我一言不发, 只委屈地站在那, 忍受着身上传来的疼痛感。 舅妈下手越来越重, 嘴上说得也越来越难听。 别以为你外婆疼你, 你就可以无法无天。 你就是个没人要的赔钱货, 你亲爸亲妈不要你, 我也不要你。 我早就说过, 把你带回来就是个祸害, 等你外婆哪天死了, 你就给我滚出邻家。 听到赔钱货三个字, 我脑中的某根弦突然崩了。 我用力一把将舅妈推倒在地, 尖声大叫, 你胡说, 我不是赔钱货, 也不许你这么诅咒外婆。 舅妈没想到, 一向不敢违逆的, 我也会反击, 她愤怒地爬起来, 狠狠扇了我一耳光。 你竟然敢打我, 你个没大没小的东西, 小小年纪就学会偷钱了, 长大了也不会是个什么好东西。 我告诉你, 我不要你了, 你给我滚, 滚出去。 我捂着脸, 转身跑了出去。 舅妈目不可遏, 我好吃好喝供着, 养出这么个白眼狼, 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跑出家门后, 我却不知道该往哪里去, 我满心凄凉, 想想哪里也没有我的归宿。 刚被带回来的第一年, 我偷偷跑回去过。 生母前脚抱着弟弟笑嘻嘻地, 转身见到我后, 她的笑容马上凝在脸上, 你怎么在这? 我告诉你啊, 你现在和我们已经没关系了, 别想着再回来, 听见没? 外婆在我回去的半途中遇见了我, 看着我哭得红肿的眼睛, 叹了口气, 拍拍我的肩, 跟外婆回去吧。 我躺在铁轨上, 想象着我也有爱我的爸爸妈妈, 他们会像教科书上一样, 在我难过的时候抱抱我, 在我开心的时候和我一起笑。 远处的火车鸣笛声响起, 打破了我的幻想。 就这样吧, 一切都结束了, 希望下辈子, 我可以遇到爱我的父母。 我缓缓闭上眼, 却感觉身体被人大力拉起。 是舅舅。 舅舅心有余悸地 把我带离火车轨道, 他眉头紧紧簇着, 沉着脸, 一声不吭, 把我扛在肩上带了回去。 才靠近家门, 就听到外婆气急败坏道, 我就出去走了几天亲戚, 你就把乐幽赶了出去。 杜秋菊, 你到底安得什么心啊? 舅妈委屈地回对, 你知道她都做了什么吗? 她在做什么, 你也不能把乐幽赶走啊。 她可是叫你舅妈, 舅舅扛着我走到家门口, 看着舅妈, 眼中是深深地不认同。 舅妈见外婆和舅舅 都不站在她身边, 气得跳脚。 你们好啊, 你们何起伙来 欺负我这个外人是吧? 我就是要把她赶走, 她不光偷钱, 还打人, 留家里早晚是祸害。 我没有, 外婆, 我真的没有偷钱, 我站在一旁, 声音早已沙哑。 你还说没有, 钱都在你书包里翻到了, 还抵赖是吧? 舅妈指着我满脸怒气。 这时, 林夏听见外面的声响, 从屋里一摇一晃走了出来。 她递给我一个小纸团, 我接过。 展开纸团, 赫然是一张崭新的十块钱。 这下, 大家终于明白 消失的十块钱去哪里了。 舅妈见到我手里那张十块钱, 神情萎靡了下来。 外婆冷冷道, 这就是你说的乐优偷钱。 不分青红皂白就冤枉她, 亏你还是长辈。 舅妈被外婆这么一说, 不服气道, 就算她没偷东西, 那也打人了。 我教训她一下, 不应该吗? 杜秋菊, 你摸摸自己的良心, 乐优给你干了多少事, 挨了你多少吗? 如果不是被逼急了, 她会这么做吗? 我告诉你, 不要以为你给生了个儿子, 你就可以上天, 乐优同样是我的心肝宝贝, 她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要你好看。 外婆一手拉着我, 一手抱着临下, 镜子回了房。 听到我竟然有轻声的念头, 外婆扯过我, 狠狠地揍了我一顿。 她恨铁不成钢道, 自杀是最愚蠢的行为, 我告诉你, 你要再敢有这样的想法, 我就打断你的腿。 我使劲摇头表示不会了, 回来的路上, 舅舅说, 这个世界有的时候并不是那么的美好, 它常常很无情, 可是不管有多么无情, 你都要勇敢去面对, 而不是遇到点挫折, 就选择逃避。 乐优, 和舅舅做个约定好吗? 你要做个坚强的孩子, 做个自强不息的人。 晚上, 舅妈来到我房内, 手里还拿着一杯热牛奶。 她已经从舅舅那得知我这么小个孩子, 气性居然那么大。 她神情扭捏地, 为白天的事和我道歉, 并表示自己以后不会再不分清红皂白冤枉我, 也不会一天到晚对我骂骂咧咧。 我倔强地低着头不说话, 外婆这是开口, 乐优, 你舅妈说的你听见了吗? 舅妈神情紧张地观察着我的反应, 我点点头, 这里就是你的家, 以后就算发生天大的事, 你也不能离家出走, 要是再犯, 外婆一定会打断你的腿, 记住了吗? 外婆教训道, 我使劲点头, 记住了, 外婆, 我会听话的。 舅妈, 我白天推了你, 对不起。 舅妈弯起唇脚, 哎哎, 舅妈不怪你, 我说的话你也别放心上, 我这人平时就是嘴巴不把门, 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从那天后, 舅妈果然遵守她的约定, 不再对我骂骂咧咧, 只是如果我犯了错, 她依然会扯着大嗓门, 把我好好训一通, 但是我心里却在没有像先前那样, 怕舅妈不肯接纳, 我儿担忧生闷气, 因为我知道如果临下犯错, 舅妈只会骂得更狠。 初三那年, 家里发生了件大事, 舅舅所在的场子因为效益不好, 不少人都被迫下岗了。 舅舅每晚回家, 脸色都不是很好看, 她知道照这样下去, 自己失业是迟早的事。 这段时间, 舅妈的脾气也很暴躁, 我和临下稍不顺她心, 就会被她披头盖脸数落一通。 没过多久, 舅舅果然被通知下岗了。 听到这个消息, 舅妈就像天塌了一般, 爹坐在地上。 以后这日子可怎么过呀? 家里这五口人, 吃饭,穿衣, 还要供两个孩子上学, 这钱上哪里去找啊? 舅舅一言不发, 坐在角落抽着烟, 外婆沉默地转身进厨房做饭。 院子里只剩下舅妈哭着诉说 自己这些年的辛苦。 一家人围坐在饭桌前, 只有临下这个不知情的风卷才云般 扫荡着饭菜。 外婆见大家都闷闷地不说话, 夹起一个荷包蛋, 放我碗里。 快吃, 吃完带着弟弟去写作业。 看着色泽诱人的荷包蛋, 我却没有一点胃口。 舅妈阴阳怪气道, 是啊, 多吃点, 吃完这顿, 也不知道下顿在哪里了。 外婆美好气地白了她一眼, 你少在孩子面前说些有的没的。 我说错了吗? 妈, 你儿子下岗了。 下岗什么意思, 我想不用我解释吧。 没钱我们拿什么生活, 就靠那一亩三分地养活五口人, 你觉得现实吗? 舅妈越说越激动, 直接站起来大声嚷嚷。 况且除了吃饭, 孩子不用上学吗? 林夏才上小学, 林乐优马上中考了, 拿拿不要钱。 舅舅拉了拉舅妈的袖子, 好了, 你别当着孩子们的面炒。 钱的事, 我想法子解决, 坐下先吃饭。 舅妈甩开她的手, 脸因为愤怒, 胀得通红。 林成, 你问问你自己, 我杜秋菊从嫁给你那一天起, 有做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吗? 我给你洗衣做饭生孩子, 伺候这么一大家子, 还得管你外生女, 我容易吗? 结婚前, 你怎么答应我的? 你说, 你会让我过好日子的。 可是现在呢? 见舅妈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 舅舅急忙上前安慰。 我和林夏坐在那一声不吭, 恨不得把自己塞进缝缝里。 外婆看着这一切一言不发, 默默回了屋。 不多时, 她拿了一个红木盒子出来。 阿诚, 这里面的东西, 你拿去当了换些钱, 还有这钱你们也拿着。 舅舅和舅妈 看见外婆手里的盒子, 互相对视了一眼, 脸色一变, 妈。 外婆止住她的话头, 让你拿着就拿着, 是妈没用, 帮不了你什么。 盒子里几支银饰, 都是外婆的妈妈 留给她的遗物, 她时常拿出来擦拭, 呵护得不得了。 舅舅心里愧疚万分, 却还是收了下来。 一家人紧巴巴地过着日子, 能省则省, 从前饭桌上常见的荤星, 现在只剩绿菜叶子。 但是我和林夏依旧每天都能吃到一个鸡蛋。 我和舅妈说, 我已经长大了, 可以把我的鸡蛋省下来, 拿去换钱。 舅妈狠狠白了我一眼, 让你吃就吃, 我们家还没穷到鸡蛋都吃不起的地步。 被你舅舅和外婆知道, 我克扣你, 又要数了我, 你是不是故意想让我被他们说呀? 好吧, 舅妈其实有时候也很刀子嘴豆腐心的, 很快就到了中考。 我的成绩很好, 中考时正常发挥顺利考上了现役中。 舅舅很高兴, 特意去镇上称了一斤排骨, 买了个小蛋糕庆祝。 舅妈看见蛋糕, 把舅舅狠狠数落了一通, 我让你去买排骨, 可没让你去买蛋糕, 你是不是疲养了欠收拾啊? 舅舅瞪大眼睛, 哪有, 这不是乐佑考上高中我高兴吗? 再说, 就一个小蛋糕, 没多少钱。 饭桌上, 我时不时往蛋糕那边瞧。 舅妈没好气道, 再瞧, 她也不会自己记你嘴里啊, 快吃饭, 吃完饭才能吃蛋糕。 蛋糕虽然很小, 小到我们一人只能分到一小口, 奶油也很腻, 可却是我吃过的最美味的东西。 几天后, 我和外婆、舅妈 从地里干完活回去。 意外看到了生母, 见到我, 她脸上露出勉强堆砌起来的笑容, 拉着我说, 大鸭呀, 都长这么大了, 是个大姑娘了。 外婆冷哼一声, 有事说事, 别拉拉扯扯的。 悠悠, 干了半天活, 累了吧, 快进屋休息。 生母有点处自己的这个母亲, 跟着进了屋, 愁愁道, 妈, 我这不是听说了大哥下岗的事 来关心下你们吗? 哎, 你说怎么就遇到这么个事呢? 以后你们这日子难过呀。 我抿着唇不说话, 舅妈听生母这话 就气不打一处来。 林巧莲, 我看你这是落井下石来了吧。 生母摆摆手, 你这说的什么话, 我是这来给你们出主意的。 舅妈狐疑地打量着她, 你有这么好心。 哎呀, 嫂子, 你信我? 大鸭这不是初中毕业了吗? 也能出去赚钱了, 正巧我们村的张虎回来了, 说可以带人进场, 一个月可以挣小一千呢。 我神情动容。 舅舅这段时间 天天出去找活干, 可是回来时总是垂头丧气的, 如果我可以赚钱了, 是不是舅。 舅妈眼睛一亮, 外婆怒斥道, 打什么工, 乐优以后是要考大学的, 我不同意。 生母盲劝说道, 妈, 你不会想工大压上大学吧? 那得花多少钱啊? 大哥如今工作都没着落, 你们怎么工? 我也是为你们好, 嫂子他们养了他这么几年, 也不容易, 大鸭长大了总是要孝顺他们的, 是不? 嫂子, 舅妈明显被生母说动了, 她趁机把舅妈拉到一旁。 嫂子, 要是大鸭能跟着张虎出去打工, 还能有五百块介绍费拿呢? 况且, 张虎这人我看着不错, 要是两人以后能成。 这可是好事啊, 你就别犹豫了。 看着舅妈明显心动的模样, 明明是炎热的夏天, 我却浑身冰冷。 外婆抬起手, 狠狠甩了生母一耳光。 林巧莲, 你这么算计你女儿, 你没良心, 你会遭报应的。 生母捂着脸, 满眼不可置信。 她大声吼道, 妈, 你居然为了这个贱丫头打我, 打的就是你, 让你算计悠悠, 看我今天不打断你的腿。 外婆随手拿起角落的木棍, 就往生母身上抡。 舅妈急忙去拦着, 一时间, 院子里鸡飞狗跳, 舅舅回家看到的就是这么一幅画面。 她和舅妈一人一个, 总算把场面控制了下来。 从舅妈那听到前因后果, 舅舅狠狠拍了拍桌子。 为了几百块的介绍费, 就要断了亲生女儿的前程。 林巧莲, 你这几十年是白活的吗? 我今天话就撂着, 悠悠是妈花了三百块从你家买回来的, 她如今户口在我家, 我们家的是轮不到你瞎掺和。 生母脸色很是挂不住, 大声反驳道, 那她也是我生的。 外婆冷笑, 生儿不养, 猪狗不如。 被自己母亲这么骂, 生母的脸色就像调色盘一样, 一会儿红一会儿白。 舅舅朝她摆摆手, 你回去吧, 没事少走动, 只要悠悠想读书, 我就是砸锅卖铁, 也会供她的, 不用你瞎关心。 生母见舅舅不再理睬她, 舅妈也撇过脸去, 只得善善离开。 我瞟了舅妈一眼, 她脸黑得像锅底一样, 说什么砸锅卖铁, 也要供外甥女读书, 我看你就是脑壳被驴踢了。 舅舅历声呵斥她, 杜秋菊, 你知不知道悠悠有多优秀, 多努力? 你凭什么替她决定 她的未来? 那又怎么样? 怎么样? 知识可以改变未来? 我就是书读得太少, 才没法给你们好日子过。 现在悠悠有这个能力 去拼一拼, 我们做家长的 就不能在后面推一推吗? 舅妈满眼嘲讽, 你说得好听, 你知不知道 她上高中上大学 都是要真金白银花出去的。 我问你, 林成, 我们哪来的钱? 你妈给的那些个首饰 再来十盒都不够, 我已经找到工作了。 舅舅掏出一打 崭新的一百元大钞, 塞进舅妈口袋里, 转头冲我笑嘻嘻道, 悠悠, 你放心去上学, 舅舅供得起。 舅妈把钱拿出来数了数, 一千块, 她咽了口口水, 你, 哪来那么多钱? 外婆也满眼惊讶, 阿诚, 你这钱来陆正吗? 舅舅无奈地抓了抓头发, 妈, 你放心, 这钱是我自己赚的, 绝对干净。 后来在舅妈的催问下才知道, 舅舅这段时间出门找活计, 回来的路上遇到一起抢劫, 她二话不说追了上去, 还真叫她把被抢的东西追了回来。 那施主非常感谢, 当场拿出一打钱要报答她。 舅舅忙白手表示, 自己不过是举手之劳, 她见施主看起来是个有身份的人, 便抱着是一事的念头, 表示自己目前更需要一份工作。 施主看她人高马大, 人也憨厚老实, 直接让她跟着自己干。 舅舅就这么阴差阳错, 谋到了一份不错的差事, 只是这差事虽然工资高, 就是要经常走南闯北不着架。 舅妈数着钱, 眼泪却不争气地落了下来, 这有什么,只要能赚钱, 你就是三年五载在外面都行。 说着转身进了屋, 里面隐隐传来哭泣声, 外婆拍了拍舅舅的背, 别听你媳妇胡说, 她全身上下就那张嘴最硬, 你真要在外头那么几年, 最先受不住的铁定是她。 舅舅点头, 妈,我都明白, 随后也进屋安慰舅妈去了, 眼泪在我的眼眶里打转, 我红着眼睛看向外婆, 外婆,我可以上学了。 外婆摸摸我的头发, 是啊, 我们悠悠可以继续上学了。 乖,别哭, 上了高中要更加努力, 咱争取考个好大学, 给你舅舅舅妈长脸, 狠狠打那些个眼皮子浅的人的脸。 我抬头抹掉眼泪, 重重点头。 进了高中, 看见我干活, 舅妈总是抢过去, 把我赶到一边。 她总说, 有这点时间, 你还不如多去看会儿书, 高考的时候多一分 都能甩开别人好多名。 你舅舅花了这么多钱 供你上学, 你要是连大学都考不上, 让她这脸往哪歌? 她嘴上这么说着, 可是我却知道她只是嘴硬心软。 村里人最是八卦, 他们总说舅舅舅妈是个傻的, 居然愿意花这么多钱 供外甥女读书, 对儿子都没见这么伤心。 舅妈听见这话, 指着他们就是一通输出。 渐渐地, 大家都只敢在背后议论。 高中三年, 如白鞠过戏, 我几乎是费寝忘食地学习。 外婆看我圆润的脸渐渐变得消瘦, 很是心疼, 于是一到暑假, 她就变着法子给我做好吃的。 我因为心里始终绷着一根弦, 根本不敢放松, 收效甚微。 反倒是临下, 吃胖了一大圈。 舅妈没好气到, 你呀, 是脱了你姐的福, 要不然哪有这待遇哦? 临下听了不气返校, 妈,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这样子有个词语可以形容? 什么词语? 嫉妒? 妈, 你承认吧, 你是不是嫉妒我? 好你个臭小子, 敢拿我开帅, 你是不是脾痒了? 见舅妈发火, 临下连忙逃出门。 我在一旁憋笑, 憋得肚子疼, 舅妈没好气白了我一眼, 还不快去看书, 别坐这爱我眼。 知道知道, 我不笑就是了。 等待成绩的日子, 很是煎熬, 舅妈一直叙叙叨叨着考得上考不上的话。 外婆见她这样, 训斥了一番, 别一天到晚说些有的没的, 竟给孩子压力。 可是她依旧忍不住, 就连我也不知道结果如何。 舅舅特地在出成绩那天回了烫家, 一家人守在电话机旁, 看着我拨出了查分的号码。 等待的那十几秒, 我们平住呼吸大气不敢喘。 挂完电话, 一时间, 屋内寂静一片, 临下弱弱的声音响起, 姐, 我没听错吧? 六百五十八分, 舅舅哆嗦着, 悠悠, 再打一遍, 确认一下。 我点头, 再次确认自己烤了六百五十八分。 外婆抱着我拍拍我的肩膀, 欣慰地笑了。 舅妈红着眼眶, 扬眉吐气斑, 你总算没丢我的脸。 没过一个小时, 村里的人就知道 林家的外甥女烤了六百五十八分。 那是个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 悠悠这成绩可以选择全国百分之九十的名牌大学了。 舅妈喜滋滋道, 丝毫不管别人眼中浓浓地羡慕极度。 几天后, 生母打来电话, 说很开心, 我考上了大学, 希望我可以去家里住几日, 就当她这个做妈的想补偿一二。 我不想去, 可外婆觉得既然她认识到错误了, 就要给她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 所以, 我答应了。 可我没想到, 她只不过是想找个借口, 把我喊回去。 我刚到, 生母就把我领进一间房间。 我看见房内坐在床上满意地上下打量我的男人顿感不好, 转身就要跑, 可生母却把门反锁上。 大呀, 这是妈给你找的男人, 别看她年纪大, 但疼人啊。 你放心, 妈都替你打听过了, 她家做生意的, 你嫁过去绝对是过好日子的。 我绝望地拍着门, 妈, 求求你, 开门, 放我出去, 我不嫁人, 开门呐。 你们好好交流下感情, 我们就不打扰你们了呀。 她丝毫不理睬我的请求, 听着脚步声逐渐远去, 我瘫坐在地。 男人猥琐地笑着, 逐渐逼近我, 绝望笼罩了我全身。 姐, 你别怕, 我马上就你出来, 是林下的声音。 只听她砰砰砰三下把锁砸坏, 开了门, 她手上提着榔头, 就冲向那男的。 那人被林下的模样, 吓得当场尿了裤子。 林下小心翼翼扶起我, 姐, 你没事吧? 走, 我们回家。 我此时早已被吓得六神无主, 乐乐地被林下牵着往外走。 生母一家, 早已被林下刚刚的驾驶, 吓得大气不敢出, 此刻哪里还敢拦我。 回去的路上, 林下紧紧牵着我的手。 幸亏我跟了过来, 不然今天这帮畜生不知道会干出什么事来。 回到家, 听林下讲了我的遭遇, 外婆差点气晕过去。 舅妈直接破口大骂, 他们还是人嘛, 这么遭见自己的亲生女儿, 就不怕遭报应。 以后我们林家和这张家还是别来往的好。 骂完还不解气, 他在院子里团团转, 随后拿起角落的镰刀。 不行, 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老林。 舅舅黑着脸, 手里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把锄头。 我放在心间尖疼的孩子, 被这么欺负, 我一定要向他们讨个说法。 林下虽然才回来, 但显然他也很想出手。 后来, 林下在我和外婆面前 眉飞色舞地描绘了那个精彩的画面。 舅妈死命扯着生母的头发, 浩凸了好大一块。 舅舅红着眼把生父打得满地找牙, 据说后来生父躺了整整一个月。 林下则负责火力压制我血缘上的亲弟 和从没给过我好脸色的奶奶。 他们把生父家能砸得全砸了, 一直到村书记来劝和才罢休。 从那之后, 生父一家再不敢贸贸然打我的主意。 我选了一座离家有些远的城市上大学, 舅妈嘟囔着, 离家那么远, 以后想见一面都难。 舅舅不认同道。 你别老想着左右孩子的想法, 他想做什么就让他去做, 我们只管在后方做好支援就行了。 就你懂, 全家你最懂了。 两人你一句我一句, 又开始扮起嘴来。 开学在即, 我看着扮嘴的两人, 还有些舍不得。 把我送上火车的那一天, 舅妈拉着我叮嘱了许久。 直到火车快开了, 外婆催促, 她才罢休。 也不知道怎么有那么多话说, 悠悠, 到了报个平安。 有事就给家里打电话, 别一个人受着。 啊, 外婆嘱咐道, 我知道了, 外婆, 您在家注意身体, 我放假就回来看您和舅妈。 看着舅妈搀扶着外婆离去的背影, 阳光洒在他们身上, 蕴染出一层金光。 我知道, 我从来不是一个人, 我有爱我的外婆, 舅舅, 舅妈, 还有调皮鬼林夏。 谁也没想到, 林夏平时猫咸狗咽的一个人, 竟考上了国防大学, 这下舅妈在村里, 那都是翘着尾巴走的。 林夏办大学酒这天, 舅舅舅妈摆了整整摆来桌, 招待亲朋好友。 大家一个劲得夸林家出息了, 养了个外甥女, 不过二十几岁, 手下就有好几百号人, 就因为老太太说了一句, 不想住城里。 这丫头就斥资三百万, 直接把老房子改造成别墅。 如今这林夏也争气, 考上了国防大学, 真是给林家长脸。 林家以后的日子好着呢? 生父母一家也来了, 他们坐在席间, 脸色很不自然。 生父黑着脸拼命灌酒, 生母一脸善笑, 看到我出现时, 她眼睛一亮。 生母笑呵呵地上来拉我的手, 被我避开了, 她神色尴尬, 搓了搓手, 陪着笑, 大鸭, 听说你外婆这房子花了三百万呢。 我饶有兴致地抱胸, 继续听她说下去。 妈就知道, 你肯定能出息, 妈妈真是替你高兴。 当初, 把你送给外婆养, 也是不得已, 你也知道, 为了生你弟弟, 一家人连吃饭都是问题。 后来日子好过些了, 妈就想把你接回家, 可又怕影响你学习。 你总归是妈肚子里出来的, 论血缘, 我们才是一家人。 你看如今, 你弟也老大不小了, 始终成不了个家。 你看, 你能不能帮你弟在城里置办套房产, 他也好说亲不是。 不用太大, 有个一百二十平就够了。 听着这一番言论, 我气得牙痒痒, 怎么有人可以不要脸到这个地步? 我往后退了一步, 冷冷道, 我有名字, 我叫林乐优, 而你们姓张。 您难道忘了, 当初外婆是花了三百块钱 把我买回去的吗? 生母善善道, 是, 记得记得, 可当时不是情况特殊吗? 再说, 你终归身上是流着我和你爸的血。 她伸手想拉我, 林夏上前挡在我面前。 她是我姐, 我们才是一家人。 生母称怪地看了她一眼, 你这孩子, 什么一家人不一家人的, 养是恩, 生也是恩, 要不是我把你姐生了下来, 那还有她今天的成就。 林夏听了她这番言论, 当时握紧拳头, 我赶忙拦下, 您不用跟我扯什么生恩养恩, 当年你们把我卖掉的时候, 就已经不是我的父母了。 至于什么血缘关系, 她带给我的只有痛苦, 我又凭什么要去重视? 舅妈见到我们这边情况不对, 也走了过来, 却不想正听到这么些话。 她立刻把我护到身后, 狠狠瞪着生母, 大声吼道, 林巧莲, 你怎么那么不要脸呢? 你自己摸摸你的良心, 扪心自问。 五岁时, 你觉得乐优是累赘, 三百块就要把她卖给隔壁村傻子当童养席, 要不是妈正好赶到, 乐优能有今天? 她初中毕业时, 你假好心劝她放弃上学, 跟人进城打工, 就为了贪那五百块介绍费。 她考上大学那年, 你把她骗回去, 要逼着她嫁给五十多岁的老头子, 只因她能给十几万彩礼。 现在, 你又舔着脸来, 还要乐优花钱给张强买婚房。 你觉得她是傻子, 还是我是傻子? 我告诉你, 林乐优这么多年, 没用过你一分, 没吃过你一毛。 再让我看见你打我们家的算盘, 我绝对给你好看。 我气得双眼通红, 看着舅妈和林夏互在我身前, 心里难过得要死。 这时, 生父砸了酒杯, 怒道, 再怎么样, 他也是我张家的种, 老子生了他, 他就有义务孝顺老子。 张大力, 你想干什么呀? 在我家里耍横, 你真把自己当根葱吗? 舅舅冷冷呵斥, 他拉住要上前干架的林夏, 满脸不悦。 生父抬头看着舅舅一米八的身高, 健壮的体型, 马上捏了下来, 不敢再多说什么。 外婆站出来, 冷冷叮着想要撒泼的生母, 生母正要躺倒在地的动作, 僵在那里。 你们如果还要闹, 那以后我就当没你这个女儿, 你也不要再来了。 妈, 不是, 你听我说。 外婆已经转过身去, 不想再看她一眼。 舅舅赞同的点头, 你们要再来找乐优麻烦, 我们以后就不要来往了。 生母愣在当场, 她看向我, 企图从我这边得到帮助。 乐优, 不管怎样, 我始终是你妈, 你。 我掏出三千块钱, 扔到地上。 我算过了, 从你怀了我开始, 到我五岁那年, 以当年的物价, 这三千块钱足够了, 并且只多不少。 从今往后, 不要再来打扰我和我的家人。 生母还要再说什么, 张强开心地过来捡钱, 她咧着嘴, 回头冲她爸妈笑, 爸妈, 这钱不要白不要, 我捡到就是我的了。 这么一翻下来, 生母一家再受不住周围人的指指点点, 灰溜溜地离开了宴席。 舅妈点点我的头, 凶巴巴道, 你给他们钱干嘛? 钱多了没处花是吗? 你不知道他们什么德性啊? 我眼睛红红的, 我知道, 我当然知道, 舅妈, 你放心, 他们不敢再来闹事的, 我以后再也不会给他们钱了, 我赚的钱都给你花。 舅妈文言面上不显, 可嘴角的弧度 却暴露了她的开心, 我又没什么要花钱的地方, 倒是你一个女娃子, 得好好捯饬自己, 省得人家说我虐待你。 舅舅的工作越干越好, 老板很赏识她, 在我工作第二年, 她生了经理, 以后就不用再成天不着家了。 舅妈学会了使用智能机, 天天和我视频, 不是说这家的长, 就是说那家的短。 姐, 你什么时候带姐夫回家呀? 妈都念叨好几回了, 还按戳戳去镇上 给自己闻了个眉。 哈哈哈哈, 临下的声音从手机里传出来。 臭小子, 别胡说。 舅妈对着画面外的临下训斥道, 转头又笑嘻嘻道, 悠悠啊, 你看你们什么时候回来? 你外婆和舅舅都盼着你呢? 我笑着回道, 舅妈, 我们订了后天的票, 后天下午就可以到家了。 舅舅听见我的声音也凑过来, 悠悠啊, 不要不舍得花钱, 你们飞过来怎么也要好几个小时, 给自己买个商务座, 别累到了呀。 舅妈也点头附和, 是啊是啊, 别心疼钱, 回来找你舅舅报销。 过分, 凭什么姐姐就让她做商务座, 我还得几个硬座呀。 爸妈, 我还是不是你们的小宝贝了, 临下嚷嚷着。 你一个大男人, 吃点苦怎么了? 唧唧歪歪的, 赶紧滚去做饭, 舅舅不耐烦道。 我知道了, 林乐优才是你们亲生的, 我呀就是后妈养的, 林下一脸淒淒爱爱, 假装神情悲愤。 舅舅舅妈却只顾着和我话家常, 理都没理她。 挂掉电话, 许业正好进门, 见我满脸喜色, 她笑着调侃, 今天怎么那么高兴? 难道是彩票中了一等奖? 我称怪地看了她一眼, 心情愉悦到, 马上要回家了, 开心。 许业伸手抱住我, 丑媳妇见公婆, 我倒是有些紧张。 我轻垂了她一下, 哪有人这么比喻的, 她哼哼唧唧抱得我更紧。 我紧紧回报住她, 有些人, 有些事, 虽然从一开始就走错了路, 但总有一天, 这条错误的路会拐向正确的路, 到那时, 再大的荆棘也阻挡不了前行的步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